学佛修禅的人如果遭逢苦难时 应该知道这是书士所造作的业 只有济世礼物 才能报答所有的恩德 了清一切的渊言 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的俱善 这都是如梦如幻的变现 了无实意可得 要随缘行有求皆苦 因随缘度日已消就业 别无所求 但在了解了人空法空以后 德政智慧的道果 仍然要以利物济世为行为的准则 称法而行不失 这是道姓 他回顾了达摩大师的试行法 道姓突然有所领悟 对师父说我觉得报恩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倘若都做好了 界定会三学都在里面了 深探大师点点头 同意道姓的看法 残坐说到底 不过是一个法门 更要有一颗正见的心 以后 你可以多读一些佛经 多想想历代 主师大德所说的话 道姓 透过这件事情 对师父更多了一份敬仰 对佛陀与历代修行者的言行 多了一份仰慕 自此以后 他就更加精进 在禅定以外 想方设法收集一些经书 在师父的指导下 深言精读 有一天 道姓在靠近屋子的一块大石头上 独自拿着嫩茄精细细的阅读 因为嫩茄精是达摩祖师指定的印心法本 嫩茄禅 对他极为重视 道姓每天都要刻读一段 有一段经文 嫩茄精 诸姓无智姓 义父无言说 圣身空空意 余夫不能了 一切姓智姓 言说法如影 自觉甚至指 实际我所说 道姓看得高兴 不觉得读出声来 真是异扬顿挫 朗朗有字啊 后来呢 有一位小沙咪 也席耳恭听 见道姓读晚了就合掌恭敬 请问最后一章的句 以该怎么解释 道姓见对方是个才十岁的小沙咪啊 不怎么重视 就忍不住啊 就轻描淡写说啊 这四季上说的 一切言语理论 不过是影像而已 寄语的道理 也只有正得了 正觉第一意之道 才能由心性自觉而明朗 怎么能讲得清呢 后来呢 他的诗书 宝月禅师啊 是深掺的同学啊 也在阮公山一带 修行啊 最初道姓听说两位禅师 就是指深掺与宝月禅师 还有一个徒弟叫作严啊 四十多岁才PT出家啊 他们都以道姓十分熟悉 宝月与深掺 是常常往来啊 所以这样子 他自然就去拜访啊 深掺大师 不过呢 这个小沙咪呢 是第一次看到啊 恐怕就是宝月禅师收的徒弟 宝月禅师 因为修行有道 已经连过半百 看起来 却才四十出头的样子 他听着道姓说了 就反问道姓啊 请问什么是正觉第一意之道啊 道姓听出 宝月禅师的玄外之音啊 不敢多言啊 但是心里不服气啊 第一意之道 怎么可以用言语相问 言语解答 宝月禅师就目光直透到道姓的心里 你对佛经是烂熟的了 突然用一种让人刻不容缓的语气 心在外 道姓呢 马上接着说不 宝月禅师又紧闭着问 道姓在内不 在中间不 在根不 无着不 宝月禅师所问 正是嫩眼睛上的七处真心 道姓知道 当初读嫩眼睛的时候 道姓叹服佛陀的博变 问到第五项 道姓正带宝月禅师 继续问下去 没想到呢 宝月禅师呢 就一声冷笑 飞起右腿就给道姓一脚 因为道姓呢 追问着宝月禅师的问话 按着一般的礼节呢 他就马上说道姓不敢 不过话一出口 道姓就想起 宝月禅师在拷问自己 如何应对 倔强的道姓呢 已经被这一番问话 宝月禅师的 鸡小鸡的好胜心好真心 各个都冒了出来 在他的心里散过无数的念头 后来就呢 响愣地回答一句 法姓不痛 他想这回答是没错的 就忍住了痛啊 挺直了腰板 可是宝月禅师看一眼道姓 又是冷笑一声 斥责道 如此狂妄 不知收敛 当年慧可大师 每次提到嫩言经 都痛心晚叹 说 事事以后 此经变成名相 真是可悲 难道这端倪 既始至于你吗 然后宝月禅师 又接着问道姓 你与正觉地义之道 该如何解释呢 道姓还自诩是自觉甚至止 在教训小沙咪的文化 才觉得自己距离这个目标 还远着了 所以他自己也羞愧 不满脸庞 因为宝月禅师是要来跟深参大师见面的 那正好呢 小沙咪听到了 道姓在读嫩切经 所以反过来是宝月禅师 反问了道姓 那深参大师是 不平常的人物啊 他就转过头对宝月禅师 何时称谢啊 我这徒弟啊 近来是骄傲 骄慢多了 多谢师兄的教训啊 这我慢的耕苗 长到现在也该有个 拨耕的人啊 所以一句话就把道姓说的 满脸羞愧啊 深参见道姓如此 他就说啦 当年慧可禅师 砍去一只手背 那是以法欲心啊 不觉疼痛 哪里是几句口头禅的功夫 道姓 更是无比的羞愧 知道师父正是针对自己那一句 法姓不痛而说 道姓呢 明白了解了宝月禅师的苦心啊 失所着痛与不痛的故事 因为他讲了一个 古时候有一个 灵禅师 每次讲经 听众多达七百多人 在中午灭活的时候 与慧可禅师同学 一起保护金像 这位师父也被盗贼 砍去一只手背 整夜 叫嚎不止 慧可禅师为他果伤了极 又求起食物供养他 慧可禅师自己也是断臂的人 做事情自然没有那么利落 灵禅师很不高兴 慧可禅师就说 饭都摆在面前了 你怎么不自己动手 灵禅师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有手 慧可禅师说 我也没有手背 怎么可以呢 灵禅师就听了 才感到惭愧 相问之下 知道慧可大师的修行赌实 修行哪里是空口说白话 宝岳禅师最后一句话 就特意对着道姓说 虽然他知道 道姓是邪不致邪 够精进了 但现今再积一积他 是为爱之生 折之切 小沙咪突然有所联想 问两位师父 为什么两位师父都隐匿在深山 不广行洪化 是了缘吗 两位禅师听到这话都沉默不已 其间的干苦谁人能知 《妙华连环经》中说 佛唯以一大事因缘而入世 得道者都是希望能够洪化众生 令众生成就佛道 僧颤大师与宝月禅师 何尝不想洪化四海呢 然而现实如此 又有什么办法呢 或许这也是缘啊 宝月禅师就说 我们身不逢时 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道姓用力地点点头 他想会的 我会努力地去做 师父们没有做完的事情 从此更加精进 后来果然就常住在 黄梅的双峰大型红化 修行的确是不容易的 必须抓住自己每一时刻的心 就如同金刚经理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世观 有一天呢 道姓 他回想刚刚上山的时候 听到了老虎的 虎啸的声音啊 那是怎样也做不到 这么镇定的 那时候就慌张 怎么可能这样去观照呢 只有观照的时候 才会体会到惊吓与喜悦 怒火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惊吓中呢 聚成了惊涛 骇浪 终究还是要归于大海 而深深的海底 从来不曾因为浪花 影响原本的灵境 在夜晚中呢 独坐青山 山的世界 还是那样充斥了 各种各样的声音 风声 雨声 哭啸声 这样的声音 一点一点离道姓远去 道姓似乎穿透了 千奇百怪的声音的组合 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仿佛进入了一个核心 入耳的是一种 异常雄声厚朴而悦耳的音乐 悦音一下子抓住了道姓的心 似乎有一种膨胀的快感 但是被道姓牢牢的观照着 而受到了限制 处于那种极度固执的清静之中 浸润在逐渐放大的愉悦 细细地辨认着每一个音符 道姓已经能够平静地对待 在山中的所有的一切声音了 记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道姓是那样的惊讶 以为自己是幻觉 赶紧拿起一本佛经 默默地读了几卷 希望由佛菩萨的加持力 共同驱赶幻觉 可是禅坐的时候 他又听到了 所以他不得不去向师父请教 师父非常平淡地说 你靠近世界的本来了 可是它还在流动与变化 即使是这样美丽的音乐 与风声与声又有什么差别呢 道姓 佛姓是无始无终 无方无缘无相的 师父总是那样的临近 无论是大声的喝赐 低声的细语 流淌出来的都是平等无上的思想 道姓就是在师父的教诲下 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 禅定是修行者的必修课 然而修行的路上 随时都需要一个指路的人 道姓的眼前 是一系列的画面 他回到了过去 道姓跟森燦大师说 师父 我觉得自己越残坐 心就越乱 森燦说 只有明珠上的层垢 薄了一些 明珠露出光芒 才会让人看清明珠上的尘埃 道姓说 师父 我的心师父平静多了 森燦说 心本来就是静的 道姓说 师父 我空了 打坐的时候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森燦说 佛与石头是不一样的 道姓说 师父 我残坐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念头 像流水一样 在我面前过往 可是那些坏念头怎么办呢 森燦说 好坏只是凡夫的概念 道姓说 师父 我听到天音了 森燦说 声音也是一种像 道姓说 师父 我看到达摩主师了 还有别的菩萨 森燦说 佛来展佛 磨来展磨 道姓说 师父 我要去管一个念头的时候 他就没了 打坐 好累啊 森燦说 那就一切随他去 道姓面带微笑 临近的坐着 穿 望过去 就像一尊雕塑 他的内心呢 如一股清流 活泼而自然的流长着 无始无终 师父站在面前 十分嘉许的望着道姓 用满意的口吻说 你入定了 道姓有些蛮难的 看着师父 才坐了一会儿啊 森燦就呵呵大笑说 人间的千年啊 天上一日啊 入了三昧镇定 时空就变幻了 本来道姓是在入定中啊 后来师父呢 点话啊 他恍然大悟了 他也遗憾师父叫自己出定了 森燦师父也看透了道姓的想法 禅定与智慧是紧密相连的 时针到佛陀所说的宇宙实相 才是最根本的目的 道姓的修持有了非常大的进展 但森燦还是和平时一样 对道姓的修持状态 在略加点评以后就一笔带过 轻描淡写的 以非常明智的做法 给道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道姓回想起前前后后的情景 已经习惯每发生一件事情 就观察他的缘起因果 以及深长的道理 世界外显的一切镜像 不就是一本生动的佛经吗 沉思了一会儿 道姓呢把前前后后描绘给师父听 又说 这一次如果遇着老虎 我就像佛一样沉着镇定 然后深山大师就一阵的朗笑 众生与佛本来就没有差别 是心是佛 是佛是心 想起过往的旧事 道姓呢 从那时候的自己到今天的自己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在道姓来山上不久 师父去夜访宝月禅师 那时候道姓在打坐 自觉气定神弦 状态好极了 忽然呢 三风溅起 吐石翻飞呀 接着一声唬 虎啸震动天际 仿佛有一种要吞吐宇宙的气魄 道姓的心一抖 刚才的气定神弦全美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不想听这些声音 这些声音反而清清楚楚的 一声声送入耳机 虎啸才过 一时间仿佛震动了 三间的所有动物 又是原体又是狼嚎 此其起落的 对道姓来说 一种声音就是一个冲击 他哪里听到过这般的吼声呢 而且师父好像又 偏偏选定了这个时间出门 在夜深人静 一声声的虎啸狼嚎 反而都听得异常清楚 在虎啸狼嚎声里 含着一种压倒百兽的气势 圆的长体 狼嚎 又如同注视为灭 仿佛再发生一场百兽之争 还有鸟儿惊慌失措的鸣叫声 忽眼忽近 师父一下子奔走了 可是一下子又好像逼近了 道姓的小屋 由远而近 离屋子越来越近了 道姓在心里就 自然地喊出师父 师父在的时候 这些百兽师父都服服贴贴的 还要退避三色 然而师父不在了 道姓现在熬不住了 一下子就跳起来 把门顶紧 凑到墙边 把耳朵贴在墙上 侧身聆听 细细变着外面的声音 可怜的道姓那时才 不过十三岁出头 就要独自面对这样一场大战 道姓实在没有办法了 闭起眼睛就合起双手 连连念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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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的要诀就是一心不乱 道姓的心全在物外的声音上面 此时念佛正印了 人们常说的那句老话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仍然被恐惧 占据了心灵 道姓睁开眼睛充满了 无可奈何的同情 自己 他的眼睛就 无意间扫过屋子的一角 就看到了厚厚的佛经 映入他的眼脸 佛经可以使人 有神奇的力量 抵御一切灾害 他记得师父说过 所以他就抽出了 《摩赫波罗波罗密经》 上面有写着 《持诵此经可以退却四魔》的故事 《摩赫波罗密》 我等如天常当守护 得如是今是功德 读着读着 道姓的心越来越安定了 佛菩萨真是伟大 已经有些忘了外面的世界 当读完第一章以后 道姓非常平静地放下书 他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了 不再害怕一个人 独自住在山上了 即使老虎跑到眼前 师父也有了无穷的勇气 是巧合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鸟兽既然就已经停止了刚才的喧闹 山里只有微风在吹 摇动了树枝 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隐隐音乐 只有一膝稳健的野兽的奔跑声 一点一点的远去 这件事情使得道姓对 《摩赫布罗布罗密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平时就时时地研读 渐渐地他发现 在退却视魔之余 这本经书阐述了非常深奥玄妙的道理 与《嫩茄经》以及师父 深掺所说的话都不磨而合 更容易为人接受理解 因此对这本经书在恭敬之余 又添了一份不寻常的感情 当时的道姓 还是有小孩子的脾气 等深掺大师一回来 就赶忙跟师父说 他送了摩赫布罗布罗密经 并自己称说是送经退虎 可是深掺师父并没有注意他的成果 只是问你为什么怕老虎呢 道姓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 深掺就访问 是怕老虎吃了你吗 道姓觉得有点无地自容 刚才的得意尽没了 是啊 要修行的人怕老虎还成吗 然后道姓就是听了深掺大师说 孩子我在山上住了这么多年 野兽就像是我的朋友 深掺大师继续说 一个人充满慈悲 即使他赤手空拳 老虎也不会吃他 又接着说 野兽是无名的 但是人却有十足的欲望 野兽与人相遇 只有人充满了欲望的时候 企图对野兽造成伤害 野兽才会想要反扑 佛陀说众生平等 他把动物也归到友情众生里 认为他们与人毫无差别 原来这里面的道理有这么多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过程 就是在道姓的修行里 有产生很多的改变 而且师父随时的督促他 教会他 他就很快了领悟 修行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要彻底清除污垢也很难 因为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 自己错在哪里 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做好呢 可是道姓有个好师父 声参大师全心全意地栽培他 一切如以选峰峰回路转 又是绝佳的山水令人惊喜 道姓的思绪就随着感慨回到了现实 望着声参大师目光是充满了感激与敬仰 父母给了道姓身体 道姓总是觉得 眼前这位师长既然比父母还要轻 是不是因为父母找事的缘故呢 道姓马上否定这个假设 近十年来师父就像父亲一样 会护着自己 给了自己无数的教诲 引导着道姓 让他去过一个全新的人生世界 他是可亲的 就像父亲一样 包容他一切的过失 他又是有智慧的 绝不可能愚痴无名 将徒弟占为一己之师 而且他就像佛一样 土地可以永远地 从师父身上汲取向上的力量 他没有任何个人的目的 只是在完成他的责任 毫无所求 道姓思绪纷纷 心潮澎湃 望着师父 十年了 师父的脸色还是那样的红润慈爱 只是添了一些皱纹 神潮大师注意到道姓的目光 他说道姓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这样的 神潮懂得道姓的全部内心世界 甚至许多时候 他比道姓还要了解道姓自己 除了在非常必要的时候 师徒俩是用沉默来交流的 以后道姓的生活 他后来离开森灿大师以后 在许多场合他都应用了 摩赫波罗波罗命经 并且嫩茄禅从道姓开始 印心的法本 就逐渐由嫩茄经转为波罗经 道姓就是 这个转变中的过渡人物 可是这时候的道姓 还不能像森灿大师一样洞察未来 他只简单地以为 师父也是想起了那天玉府的事情 在佛经的记载上 佛说佛是具足神通 所以凡是佛陀说一部大经之前 总要显现神通 以示庄严 总有自己的祖师 从前道姓只是仰慕 现在他有点明白了 道姓感叹了一句 佛与众生真是本无差别 神通本质具足啊 有一天 神灿大师又要出门了 他跟道姓说 我要去广东的罗浮山啊 因为岭兰久无残缘啊 我又恰好想去游历一番 道姓呢 听师父说 他也知道 嫩茄茄自从船到中国 起初旨在北方流传 但是北方人着重实际 与嫩茄茄 只指人心的风格难以相应 因此祖师们逐渐向南迁移 广东一带并无禅风 三族此去 大约是想种下一点缘 历代的大德高僧 红法的用心 真是难以形容 而每每一带龙胜的红化 其中总是包含了几代人的经营 不过道姓从来没有离师父这么远过 何况他自己又恰好有一番红法的志向 因此跪了下来 罗浮山路路途遥远 一去就是几年 师父您带我一同去 我可以帮师父一同红化 森灿知道道姓心里不舍 就说近年来我常常出门 难道你还不习惯独注修行吗 森灿见道姓不再说话 就拿起一个包袱细心的打开了 里面是一件木棉袈裟 一件就知道是收藏的很好 森灿就将这个布包谈了谈 好像生怕被灰尘沾 就是沾到灰尘了 所以他就把它拍一下 然后森灿就问 你知道这件加沙的来历吗 道姓看森灿一年的慎重其事 连忙跪到师父面前 请师父开示 森灿大师就说 当年达摩祖师将要传父一波 邻邻各个弟子谈谈自己的心得 当问到惠可大师的时候 他只是坐礼跪拜 然后仍然站在原处 并没有说一句话 达摩祖师说 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又说从前佛陀将正法演仗 传父给大家赦尊者 历代相传 一直传到我 现在我把这件加沙传给你 作为交付一波的印证 慧可大师就说 请师父明白开始 打摩祖师说 高明之人 鬼 但其无 后代的人 心量越来越窄 你要以这件加沙作为真信 人们才会信服你的主司位子 不过我去后再过两百年 这件法衣就不必传了 那个时候 禅宗法门周遍各处 但是明道的人很多 真正行道的人却非常少 但是千万人之中 沉浅修行的人也是有的 因此不要轻视没有开悟的人 一切只在一念之间 同时 嫩切经可以从此作为印证 修持心地的法本 它是直指众生心地的要点 现在我把传法寄语交代给你 无本来之土 传法旧迷情 一花开午夜 结果自然成 你受了我的衣钵 我此行东渡来到中国 也算是了了本愿 我与二主求得此衣 自然是十分不容易 可是求得可以传父一波的人 更是难上加难 慧可禅师 从我主意以后 扬作狂态 我也曾经扬狂逝世 后来隐居深山 一切只为时事所迫 必须隐姓埋名 保全主义 以待来人 后来遇到你 言下动物 又能够精进不屑 堪称残门的姓氏 我近来屡屡对你 事与 玄维 见你的确已经理事圆容 可以受以一波了 我也终于可以 省却一桩心事了 现在我也要告诉你 一个传一的记子 你要记好 华种虽因地 从地众华生 若无人下种 华地竟无生 深参大师就祖父啊 以后就是在这一代 能够广大弘扬残教 道姓虽然长久以来 一直有弘扬残门的志向 经过师父的一番言语 接过师父手中的主义 他感到身上的担子 目的就重了许多 但是他有信心 深参洞察明了 脸上露出轻松欣慰的笑容啊 当年慧可大师传我一波以后 就混一招式 现在我已经得了你这个传人 怎么还能自留此地 公元603年 深参大师走后 道姓更加的精醒禅定 同时深言经论 读得最多的就是天台中的经书 后来道姓 看天台中的书 天台中的中义里面说 修行当剧竹二书长方便 剧五元喝五欲弃五盖 调五式行五法 说得明明白白的 因为在天台中里面 有罗列了 把修行要剧竹的因缘说得很清楚 修行当剧竹二十五种方便 天台中是禅门的教法 所以嫩结禅 与天台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可惜智者大师缘己 否则应该要参拜 这是因为后来道姓 也亲近了这个宝月禅师 宝月禅师 也和他的弟子 也会跟他做一些法谈 所以他也就研究了 天台中 道姓说 智者大师出身鸿门 却能发愿为生 已经不容易了 后来从事与会师禅师 学新观法 四安乐行 日夜精进 照意红生 又是一个不容易 后来会师禅师 告诉他 你与成果有缘 去了一定可以利益众生 果然他就去了 京陵 京江苏的南京 后来在网关市 篡红禅法 主讲华华经 定辟心意 写了六妙法门等经论 能如此也是不容易 当时也是有人来捣乱的 有一个慧隆的法师 听说法师 大师讲法 特地前来 折疑色问 觉得大师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 就至今的色阳眉武 不想是扇子突然掉了 智者大师有智慧和忍耐 是不容易 因为后来智者大师 去了天台山 在北边的山峰种植松栗 引入泉水 在天台山的滑顶峰上 苦行修炼 当时的成宣帝 笃信佛法 与于支持 智者大师就起了 修禅室的念头 在那里说法十一年 建造寺院 传教弟子 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是因为 道信和宝岳禅师 他有弟子 叫浪言与松莲 他们会常常做法坛 所以他们会交流 天台中也是禅门 与我们有什么相同呢 其中有一个道信 很高兴 松友也问到了 就是天台中和禅门 与我们有什么相同 然后道信就简单的回答了 智者大师 一贯认为涅槃之法 措合其要 也就是子观而已 与我们以禅作 成就定 直指人心 讲究会 是很一致的 而且天台中认为 三法无差 众生法 佛法 心法 虽然因果不同 自他有别 但离体一致 绝无差别 我们说 即心即佛 即佛即心 是不是很相似呢 当然 既然是不同的中门 总是有不同的 听到这里 严若有所思的说 恐怕应该知道 如道信一般的 互比互关 才更利于今后的发展 严若的年岁比道信 年长一些 虽然与道信是同辈 但还是用了老臣的 长辈口吻 鼓励道信 你这样的精进修行 又能参就其他宗派 将来一定大有造就 不仅可以继承前人 还可以开创未来 后来呢 僧参就开始为大众宣讲 妙华莲华经 妙华莲华经是历代的佛陀 最后都要宣说的 在讲这部 不肯轻易世人的大法以后 就进入涅槃 佛他只因为一件大事 才出现于世间 那就是让众生成佛 自古以来的诸佛是这样 将来的诸佛也是这样 他们要说的 只有一圣佛道 那且善的问世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他直接的告诉人们 心佛不二 时间在分秒分秒的过去了 可是讲经的僧参 听经的道信 以及其他的示众 似乎没有感到时间的推移 深参大师宣讲 妙华莲华经 最后深参说 你们觉得坐着原集 已经非常稀奇了吧 看过站着原集的人吗 我今天让你们看一招 说完呢 双手核实 站着原集了 世中花篮 深参大师是站着原集的 但是道信 哪样的平静 在《嫩切经》 开章第一篇说到 无有虐磐佛 无有佛虐磐 他知道佛是 永恒不灭的 游学江南 当地的官府 知道三主深参 立化原集的神迹以后 对道信的名声 也略有所闻 推举道信的人 趋之若鹜 大家都觉得 道信是一位高僧 道信参加考试 经过考核通过 分配到 江西吉州府的 吉州市去出家 后来游学江南 一路行来 一路见闻 道信的思维 总是细在 人生的最高哲理 佛法上 沉住坏空 哪一个能逃出 佛所说的无常 世方游学 目睹许多的景况 而闻种种的传说 广真见闻 并了解事局 才能应援而动 当机洪化 摩赫波尔波罗 密法门 在当时非常盛行 其中以 就摩罗时翻译的 大品波罗 与小品波罗 最为流行 波罗法门 不仅讲究证悟 也重视听 文 诵词 书写 供养等等 以此为方便 而趋入修正 正可以种刮 当时南北两方面的 不同根基 波罗经 由文思入道 与达摩祖师所说的 礼入有何区别 着重在 证悟一切法空 无自信 空固不生 不灭 本来极尽 自信虐盘 这与我嫩且闪 又实在是一样的 大业十三年 公元617年 大批的盗贼 包围了几周城 几周城里断水 盗信 静着心 入定细细观察 实修者的神通 自然都是有的 马上就知道 其中的原因 这是城外的盗贼 找到井水的源头 截断水源 城里自然就断水了 盗信默默的入了三昧大定 井底深处 水缓缓流了出来 干涸的井壁 即发出了扑扑的声音 居周府的总管 十分诚恳 亲自登门道谢 感激不尽 因为盗信禅师为百姓 求得侵权再来 盗信禅师叫送 摩赫波罗波罗蜜 百姓诚心诚意的念诵 摩赫波罗波罗蜜 盗信禅师退了围城的贼军 城里的百姓官兵 对盗信也就更加的奉若天神了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 盗信大师准备率领弟子们 直奔家乡的齐州 齐州的黄梅县的四众 派了代表来迎接盗信禅师 寺院建立以后 盗信为他提名为正觉士 所谓正觉一直 证悟了一切诸法的真正觉悟 所以又把成佛称为成正觉 盗信禅师的心愿 就是要让人人成就佛道 告诉人们即心是佛 因此寺院明知为正觉 寺院的建立 预示着嫩且禅进入大弘扬的时期 盗信禅师就制定一本菩萨戒本 见世后的头一件大事 就是要为弟子们受戒 戒律是修行的根基 公元623年的一天 盗信禅师带着几个弟子 南下到黄梅县城去 在松树下站着一个小孩 吴姓尔 约七岁 每天就望着来往的行人 当看到路上来了盗信禅师等人 一身出家人的装扮 连忙就站身子 合掌作医 跟盗信禅师等人说 师父们走好了 盗信禅师观察小孩过去是来历 是一位老道人 是有缘人 再来 盗信禅师就收下了小男孩 做了弟子 为他皈依受戒 换作红人 红是希望日后 广红佛法 人则希望能忍置入 这都是修行人必须的功课 后来 盗信禅师也接引很多的优秀弟子 例如 玄爽 法显 散福 数百位的正果高僧 都是盗信的弟子 唐太宗一连颁发三道的诏书 盗信禅师三番拒绝诏令 经诚使者问盗信禅师 侍主大师 何以能如此 置身时与不顾 盗信禅师开示 本无身时 身心本同虚空 无身无面 故而平身 心无挂碍 盗信禅师 秘密交付主一与红人 付主禅中心要 盗信禅师 叮嘱红人 修道的人 必须行解相应啊 作为禅中的主师 你今后一定要查看根基 应激而渡 记住了 而后又为他授记 你今后教人无数 其中又有诗人 各看为一方主师 而能使佛日真灰 盗信禅师 后来又到了牛头山 度化法荣 牛头山的法荣 法师向盗信禅师请示 心法的真要 盗信禅师就对法荣开示 一切法门不离于心 一切烦恼业障 本来空极 一切因果也是如此 所以无三界可出 无菩提可求 大道虚况就在于 绝师绝利 盗信禅师告诉弟子 一切法门都是为了解脱 你们要物质 好好的护持心念 将来弘化众生 结加夫座原籍 得年七十二岁 在唐高中的永辉二年 公元六百五十一年 润九月四日 盗信禅师的塔建好了 第二年的四月八日 天上彩云围绕 彩虹落在郑爵市的上方 还有盗信禅师的石塔 也溶造在霞光之中 有人就闻到了奇异的香气 听到美妙的音乐 放置盗信肉身的石塔的塔门 忽敌自动打开了 世主大师安坐在里面 面貌栩栩如生 人们更加的确信 盗信大师 的确是一位 公行圆满的修持者 盗信禅师不仅自己成就了佛道 而且他对嫩切禅进行了 和夫时事的改革 使得教法能够深入人心 又经过后代的东山法门 难能北秀 嫩切禅普及到了家喻富小的地步 真可谓是遍地开花处处逝蝉 而他们的宗旨 都没有离开道信的安心方便法门 更没有离开道信红蝉的格局 这种盛况 也与道信禅师的开创之举 是分不开的 当时塔门制开的消息 传到红忍大师那里 红忍无限感慨地说 师父是要人们都知道 无生无始 的确是真实不虚 从此塔门再也不关了 以后唐代宗 赤士道信为大一禅师 禅宗侍主道信 无主红人 皆是驻东山接引学人 举阳禅风 是称其所传的禅法为 东山法门 又称东山禁门 教法与指导出发行者为主 具有建物的倾向 并可见禅宗的教团 独特之仪礼 与规则之源流 效法菩萨道之力行实践 力带的高深风范 智慧与悲心之视线 就大圣精神 与大怨与大恨为佛教 也为众生知菩萨道的实践 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与众生尊重臣事 则为尊重臣事如来 若为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参着历代的高深 与主师之会见与体悟 高深的生平传承 及主要思想 以及对后世之贡献 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 思维诸法实相 生起大慈悲心的自然 我们可以肯定 为众生便是为佛教 一定要为众生 归进三宝 听闻正法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众生无边寺院度 烦恼无尽寺院段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未经许一年代语 都会儿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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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词 诚众 都会儿童谣 咱们 诚合